花蓮海域藏着无限惊喜 继端午廉假在花蓮沿辽外海出现 睽違四年的梦幻惊、种虎惊 花蓮赏金业者在16号上午 乘坐着五小时的追寻梦想航班 在知名水下金屯摄影师金磊带领下 意外发现两头抹香基因献踪 再次让船上的民众惊喜连连 受到疫情冲击 不过端午廉假花蓮赏金码头仍挤满人潮 甚至出现睽違四年的梦幻金种 两只雄姓虎金 幸中在花蓮沿辽外海 有别遗忘海上航行两小时 多罗满赏金业者在6月推出五小时的追寻梦想航班 16日又意外在海上发现出现几率不到5%的两头抹香金 一来是因为6月份定位的航班里 往年的赏金的旺季其实有很大的差距 二来也是今年的潮水海浪的状况 感觉起来其实今年的潮水也许食物不够多 也许是浪潮不够大 所以大型金其实都没有往内地里这边跑 那没有往岸里这边跑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在想说有没有可能我们再继续再开这样子的一个航班 因此我们就请到了一个台湾蛮知名的水下摄影师 叫做金磊 那金磊其实的作品其实是国际知名的 蛮长时间在做金屯的拍照这些事情 我们就想说是以金磊来为号召 希望大家能够来开始做对金屯能够有一些记录 那甚至于能够拍出一些很美好的照片 那第二天的五个小时呢 我们出海去就没想到迎接而来的就是 2022年的第一头抹香金 那抹香金其实是台湾的齿金类型最大的体型的金种 那抹香金其实到了成年 它的体长大概都是16公尺长大约是一台公车这么大 那一次出现两头当然是非常非常的震撼 尤其在摄影航班出去 虽然我们常常讲说大海是可以期待 但是无法预约 但老天爷真的很给帮忙 就是在这个六月份多罗马出的两商特殊的航班 从了湖近到现在为止也迎接而来的抹香金 也甚至是一对这个状况 那不万乎大海就除了我们自己很开心 还有评于赏金的行程之外 让大家近乎连连 那除此之外 我们其实能够做更多的一些深度的一些记录 他们在海上 因为我们不用受到一般航程的两个小时的 时间上的控制 所以更有长时间的可以观察 他们准备去哪里 他们停留在这里的原因是什么 甚至于他们的动作有哪些 对大海有很多我们都很好奇的这些事情 能够更多一些进一步的认识跟了解 多罗马赏金吕世民表示 食物和浪潮等影响下 大型金种叫南献身在内地海域 这次三天各五小时的外海梦想航班 在随下金屯摄影师金磊带领下 还发现了飞旋 花纹 服饰 汇金等金屯 也欢迎更多民众一起加入认识海洋的行列 记者蒋方延华女士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